他每天只知道玩 我只希望他有一份工作 不要这样混日子 我现在过得挺高兴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让我找这份工作 我现在拿他没办法 我觉得他根本没把这婚姻当回事 现在家里也不只望着我工作赚钱 他为什么总是要找我麻烦呢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周先生35岁来自北京 午夜有请周先生 齐女士33岁来自河北保险 有请齐女士 有请 老师好 好 老师好 欢迎两位 今天为何而来 今天我主要是想让老师们帮帮忙 我跟他从认识然后到结婚 到现在又有孩子 一直就是没有工作 想让老师们看看能不能改变他吧 谁没工作 他没有工作 一直都没有工作 这不是从认识的时候就没工作吗 我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是从河北来到北京 人生地不熟的 坐车什么的 说句心里话 当时也不太会做 他呢就是一直在各方面照顾我 带着我找工作 我呢跟他也算是初恋吧 当时觉得呢就是人品不错 对我也特照顾 所以当时呢就是对他也挺有好感 他对我也挺有好感的 所以我们俩就开始慢慢地开始交往了 大概交往了有几个月吧 我父母就知道这事了 然后呢就来北京了 看到他之后就觉得他的形象 还有他的外在 包括他没有工作这些 父母反对 我其实本着想回去说说父母的 父母当时说话很难听 他直接就把我给拉黑了 什么叫直接就把你拉黑了 因为当时啊 他妈妈不同意 我没办法了 我跟我哥们去外地玩去了 可是他跟他哥们出去玩去了呢 我的心情特别地不舒服 两天没吃没喝的 后来呢就是身边碰到一个姐妹 那个姐妹就劝我 她说咱们女人不能这么傻 完全把所有的心情 都放到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 你最后你会失去的更多 这说得好啊 所以与其这样我们不如就是说 把所有心思我们要放到工作上面 我们要自立 我们要自己变得坚强 我那个时候我呢 就是把所有心思就开始找工作 找到一个收入高一些的 不是 后来你们俩怎么好的呢 接触到保险工作了 一个半月的时候吧 他就突然又跟我联系 他就开始跟我说 我呢是因为你父母说的话 有点难听 我当时接受不了 心情不好 但是我对你印象特别好 希望能原谅我 我只是跟哥们出去散了散心 各种的好话 各种的祈求什么的 我当时对他心里 还是有点没放下 然后我们俩就这样和好了 和好之后呢 但是我父母是不知道的 我们俩就是偷偷地 就是说这样交往的 可是后来呢 因为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家里各种的 给我相亲介绍对象 但是我呢 就是各种的 就是应付父母 我说我这个工作忙啊 没时间呀 大概也有几个月过去了 我们差不多也小一年了 父母就觉得 越来越不对劲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呢 我就跟父母就说 我说跟你说白了吧 我跟他还在交往 他确实人挺好的 对我特别好 这辈子我除了他 我别人我也不嫁了 呦 非他不嫁 因为我就是很单纯 第一次出对象 就是当时没想 咱们说因为什么啊 对 事实就是非他不嫁 父母同意了 父母就同意了 父母当时就觉得 你既然都这样说了 以后反正你跟他过 你不后悔就行 双方父母就见面了嘛 然后就提到这个彩礼的事 我父母呢 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彩礼呢 说心里话 一般的话15万 你们这边在北京买套房 也不限时几百万 那你们就把你们 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 装修一下 可是他的父母 当时就不愿意了 我父母当时是不愿意 因为我北京不要彩礼了 他父母当时就说 你河北人 然后呢 你嫁到我们北京 你已经就是很高攀了 干嘛还要求这么多呢 坚决就是不给嘛 房子最后呢 也没装修 彩礼说起来也挺内省的 彩礼这个 不是当时给了你吗 我还是跟我妈说了以后 还给了你吗 台里是给了 最后就给了五万块钱 我们俩可是连结婚照 也没拍 婚礼呢也没办 就结婚了 不是 这不是你愿意吗 姑娘 但是他跟我父母 他是强烈保证了 您知道吗 他说以后会对我好 跟我爸妈说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好工作 我以后不会让你 闺女受委屈的 我当时我就真的愿意了 我以为结婚之后 真的会改变 那咱就说婚后吧 婚后肯定不会变嘛 就我们俩就结婚了 那是哪年 大概有几年了 孩子现在五岁 五年多了吧 结婚 对 五年多了 这俩人 你们俩结婚弄得 跟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五年多了 然后呢 然后结了婚以后吧 他是找了一份工作 找了一个理货的 因为我干保险前提呢 就是压力比较大 我早上起来出去了 晚上挺晚回来了 他呢也像我一样 早上出去了 晚上回来了 工作一个月了 我就问他 我说多少钱挣了 他开始说 看你没多少钱 后来我说你到底挣多少钱 你这该发工资了 你这天天的也挺辛苦的 最后我发现 他原来没去工作 他去他哥们那玩去了 天天跟他那帮哥们上家里 又吃又喝的 去人家那混去了 他没上班 然后呢说了 我就干了三天 人家这工作我不干 这不是我干的 说这个我就来气 为什么 那你在家里 人家强势 太强势了 结婚后呢 连我妈都弹劾我 你跟我妈 还有我爸都弹劾我 那你说我不去 我哥们那待着 那我在家里 跟你们受气势吗 他还觉得他还挺有理的 他就去他哥们那里 混着去了 我当时就特别 特别恼火 那我就开始 拼命地工作什么的 后来呢 我不就怀孕了吗 当时我这个孕期 反应特别严重 我们家孩子出生 是八斤八两 将近九斤 别人都看着我 将近就是一个 双胞胎的样子 我特别地 晕吐反应也严重 特别不舒服 可是家里 一直是我支撑着 可是一下我的工作 就一下就一落千丈了 我就不能再像以前 那么拼了 那么正了 我就完全地 我就只能维持 我的一些老客户 我的收入 大大的就降低了嘛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既然这样了 你就找一份工作吧 咱这家庭也得过呀 后来的时候吧 他就又找了一份工作 找了一个内保的工作 这个工作不干还好 干起来更让人恼火了 他找到工作了 真的是跟大爷似的 天天地回来 1516的 就把我真的就跟那个 怎么说难听点吧 丫鬟 丫鬟 保姆的真的 回来之后 沙发上一躺 玩手机玩游戏 让我给他倒水呀 那你要说这个 我更来气了 那我在外来 站了一天了 回家我让你 给我打瓶洗脚水 又怎么了 他连洗脚水都让我给他打 你怀着运什么 运气什么 我运气啊 我运气反应 我想出又出不去 我在家里 我得给他做饭呀 我得规制呀 运气又吃不了什么东西 那这大少爷干了多久啊 保安 差不多一年吧 有一回我记得 我运气反应 就是特别地严重嘛 我腿肿得也厉害 睡觉翻身 我基本都是很困难的那种状态 他哪天回来呢 说你给我倒杯水呀 你天天回来 我那么直接给我倒水 今天怎么了 给我发脾气 我当时就很委屈 我说今天我不舒服 我说我真的是不舒服 我都差点想去医院了 他说你给我装什么呢装 你不舒服 我这像一天班的 你跟我说不舒服 我这样一天我都没说累 我看你就在家待着 就冲我发脾气 然后我当时就特委屈 我自己就哭了你知道 有这事吗 有 行 这不就怀孕 后来就孩子就出生了吗 更可气的是什么呀 孩子出生了 他背着我 他把工作偷摸的给辞了 为啥呀 为啥辞了 他强势 他太强势了 不是 他强势 你正好出去工作 不就躲开他了吗 你干嘛不工作了呢 累呀 你就说累不就得了吗 什么强势弱势 他在家叨叨的 因为他挣了那些钱 我还不够他一个零头了 他工作的辞了 可是我孩子出生了呀 开销一下更大了 逼得我没办 我刚满月 我就出去工作去了 人家孩子吃母乳 我吃到七八个月 我一个月 我就给孩子断奶了 我没办法 早人起来早早地出去了 孩子没醒 那你干嘛 不让他出去工作呀 我是让他出去工作 可是他答应我挺好 要不就干两天 要不然就上他哥们那儿玩去了 那你也在家里带孩子 不就得了吗 你就等着他长大呗 对呀 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你为什么 把工作给辞了 我当时也跟他发脾气 他说了 你不生孩子了吗 我在家给你带孩子 他就开始跟我说 在家带孩子 强调这个事 我说那行 我说那我出去工作 我回来之后 孩子都已经睡了 我们家孩子 现在跟我都不亲 你知道吗 我一抱着孩子就哭 因为我白天出去 孩子没醒 晚上回来呢 孩子已经睡了 然后呢 那怎么着都是他带的吗 对 他说是带孩子 是还是不是 他是说带孩子 可是真正的 他不带孩子 我出去 他就又上哥们那儿去了 那我会带孩子吗 我们家孩子 那我有没有经验 那一般都是我爸 我妈的 去哥们那儿干嘛呀 那我玩啊 我面 哥们也不工作啊 有钱啊 哥们有钱 还是你有钱 哥们有钱 孩子天天喝几勺奶粉 他不知道 孩子擦脸的擦脚的 他不知道 孩子什么情况 他都不知道 甚至他都得问我 孩子穿什么衣服 这个状态 天天真的就是挺崩溃的 你知道吗 那你回家之后 他回家吗 我回家他就回家 你上班他也上班 对 我上班 但是你上班是挣钱 他上班是跟哥们玩 回家之后他干嘛呢 伺候你 他就回家吃饭吃饭 孩子的话呢 他就有的时候 稍微地管一点 他也基本都不怎么管 都是我公伙伙伙管的 有一次 我倒水 我当时呢 以为啊 那是热水呢 结果给倒盛凉水了 给孩子汽奶 孩子喝了 当时就拉肚子 你还好意思说呀 后来 挺有意思的 后来我们家孩子 就大点了吗 两岁多了 就上早教嘛 报早教呢 我说我这实在忙 我说我这没时间 我说你去带孩子去 给孩子报去吧 他去了 然后填表什么的 人家问孩子这个几岁了 孩子什么情况 后来我带孩子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们家孩子两岁多 他给孩子填了一个三岁的 给孩子安排到早教大班里了 我当时就恼火了 我说孩子多大 你不知道吗 一说是在家照顾孩子 照顾孩子 什么都不走心 那后来他工作了吗 后来呢 这不是孩子张忧儿园 让他接孩子 他又开始 接孩子 孩子在哪个班 他也不知道 学校我知道 孩子在哪个 我现在基金又不好 他去接孩子就去了 老师问他 孩子哪个班的呀 他问我 咱家孩子在哪个班啊 这也天天说在家接孩子 送孩子照顾孩子呢 后来呢 我实在就受不了了 我说你真的得找个班 找个工作的 他就跟我说 你挣那么多 说白了也不在乎这点钱 你让我上班 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上班呗 他就这样 我出去谈客户 他就开始跟着我了 是啊 我跟你学习学习啊 他不去他哥们那儿了 他就跟着我 哥们是没钱了破产了吧 没有 他怎么不去哥们那儿呢 就你哥们要教的 都是你们这帮的哥们 可不是早给你们吃破产了吗 这天天吃 我这么一算 也吃了五六年了 跟着我去谈客户 不跟着还好 跟着我之后 冷不定地说一句两句的 让客户很反感 本来要签单子的 一下人家不签了 我当时就恼火了 我说这样费了好几单 严重影响到我的工作 你与其这个时间 你不如去找个班上 后来真的是没办法了 你知道吧 我就跟我的公公婆婆 公婆还出手了 我就在想问呢 公婆怎么不管啊 我跟我公婆去协商 公婆婆也跟她发火了 说你找个班上 我也跟她说 我以后你可以不管你自己 你可以不挣钱 但是最基础 孩子的这个开销 咱们俩一人一半 后来就这样 逼迫着她 工作了 找了一份工作 这个工作更生气了 找了一个闪送的工作 这工作非常的弹性 她自己可以掌控 她把那闪送的 那软件一开 她就可以接个单子 闪送软件一关 她就可以待着了 结果干了大概有半个月吧 我就想起来了 我说都半月了 我说你发了多少钱 结果一看才知道 一天十多块钱 我说那你这一天天的 比我还忙的 我回来 你回来的挺累的 这倒好 一天怎么送那么点 送一单 你都干嘛去了 又跑到哥们那玩去了 天天就跟那帮哥们 吃啊喝啊混啊 我这真的是没办法了 我来咱们这个节目 因为我但凡能想到的 我都做到 不是你怎么不跟他离婚呢 我想过这问题 我再问他吧 你别说了 这哥们是干嘛的呀 会有吧 就人家有钱 对 你们蹭着吃是吧 对对对 你天天蹭吃蹭喝人 你不觉得难受吗 不是 有时候我也是给他们花 就是说打零工 挣那钱 有时候也给他们花 那您这三十多岁了 孩子也一把年纪了 老婆娶了 您得工作呀 我挣那钱还不够 他零头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他不工作 你就可以出去工作了 对吧 人家挣四股为数 就嫌他挣多了 对不对 他老回家老嘚嘚我 说这个不行吧 那个又不行 那你是不是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啊 我不是啊 那您工作呀 您出去挣钱养家糊口啊 大老爷们的 找不着啊 关键是 现在我们说什么 孩子都开始学 你说他的这种做派 将来孩子要真都学到了 孩子也不工作 你说后半辈子 把孩子毁了 我怎么办呀 你想过你老婆说这事吗 你儿子也会像你这样行吗 你想 我跟你说主持人 我今天真的 我尝试过想过 就是离婚这个事 可是发自我内心 我是真的不想去离婚 我如果真的离了 那我的孩子怎么办呀 我不可能我去工作 我再去照顾孩子 您就挣吧 您挣多少 他花多少 我现在要求是 必须得让他做出一个改变 让他必须得有一个工作 你来我们这儿 跟我们要求说 我现在的要求是 必须让他改变 我们是神仙呀 我跟你说 我找过剧委会 我为什么来咱们这儿 我但凡有一点希望 我都要尝试 我都不想去放弃 我连情感主播什么的 我都去尝试过 我都没办法了 我没有办法让一个人 从骨子里面去改变 这太难了呀 我想让老师们 问您他自己没有意识 你先生你还不了解吗 现在公共婆婆还工作吗 不工作了 退休了 就公共婆婆退休金 你们吃是吧 还是这一家三口都吃你呀 怎么说呢 吃喝方面的话 公共婆婆跟着他们 我婆婆做饭 公共呢就是带孩子 但是生活方面的话呢 就开销都是我的 孩子方面的话都是我的 您大概一年年薪能有多少 二三十万就差不多吧 一个月两三万 对这么一个家庭来说够了是吧 对 所以你不靠那帮哥们养活 靠媳妇也能养活您对吧 咋了呢 说话嘛 有啥呢 是觉得丢人 挺丢人的 这丢人咱干活去呀 哎呀 我的妈呀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彼特问卷 先生三十五岁了 你现在就还是一个初中生的状态 旷课逃学 去找同学玩 其实我觉得女生你看得明明白白的 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她 其实你心里也知道 一老实八交的北京孩子 能让你初来乍到 在北京有个安身之处 对 其实你一开始也是 大概给自己的人生规划了一个蓝图 我找这么一个北京人 我将来孩子呢 上学呀 什么也都方便 我在北京闯荡一番人生 对 但现在事与愿违呀 她既不在经济上帮助你 也不在情感上给予你 你倒是有一对好公婆 是 可以帮你照顾孩子 对 你说我也不希望走到离婚这步 让孩子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 对 我自己工作这么忙 我也舍不得把孩子丢给他们 让他们去抚养 可是我自己又没有时间和能力 对 对吧 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知道啊 生活不是你左右兼可得的 不是你想怎样 生活就按照你的样子 变成那个样子 我们只能尽可能地为自己 为孩子选择相对好的路 其实孩子放在他这边 有什么好处呢 是 让孩子看到一个不学无术 好吃懒做 是 他根本就没有一点责任心 你把孩子放在这么一个人的身边 你放心吗 其实我真的轻易从来不劝人离婚 但我们为了孩子的成长 要给他一个尽可能好的土壤 如果这个父亲称职 当然 我们不能离婚 但如果这个父亲带给孩子的 全都是不良的习惯 不好的教养 是 你把孩子留在他身边有什么好处呢 孩子的爷爷奶奶永远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他们对孩子的爱永远不会变 你对孩子的爱永远不会变 只有这个男人有一天他成长了 戳在那儿了 负起责任了 他才配做一个父亲 离开他带着你的孩子 用你自己的双手 你自己独立的情感 独立的能力 给你的孩子一个未来独立的人生 谢谢 谢谢杨老师 今天上有两个身份啊 就是时候管那种 天天傍着有钱的朋友 吃喝玩乐的人叫帮闲 就没有正经事干 就天天以玩 陪着人家玩 作为他最开心的 他的职业 然后第二种身份呢 你看让他上班累不行 然后让他带孩子我不会 这叫啥呀 这叫巨婴 他就是身上就这两种身份 而且我看到现在啊 这个先生 他是真的不在乎离不离婚的 只要能让他舒舒服服待着 只要让他能玩 有没有媳妇不重要 既没有好胜心 也没有自尊心 然后人家就说了 我媳妇那么能挣 我就挣人一零头 我还挣什么钱 我媳妇能养我 咱就不说七尺男儿站着 还是跪着了 人家现在已经躺地下了 我觉得我改变不了他 我也说不动他 所以我真的建议这位女士啊 先顾好自己 就是有的时候 女人有一种投资心态 就觉得我结婚了是吧 我又付出了青春 又付出了时间 又有孩子了 我想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在得到这个结果的过程当中 你付出的可能要比你得到的 要多得多 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划算了 还有这位先生 该出去工作赶紧出去工作 挣多少钱不重要 关键是别让自己脱节太久 不然真的一个人会毁掉的 好 谢谢苏老师 许总 他是心里绝对有数的 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了 他在外面跟你些哥们混 他是花钱的 他是懂事的 他挣这么点钱 他也正要用那个钱 去围外他的人 为什么对你反而是 就花你的 因为他太了解你了 他是在用一种 我没有用的方式来控制你 我只能靠你 所以你要是不让我靠 你就是不爱我 你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我可对你好 他摸准了你的小心思 深深地把你控制住了 你呢 为什么吃他这套呢 你是河北的 他一直以至于北京 哎 高人一等 猜离啊 都不给你食物 只给你五 哎 你就觉得 他们家人看不起你 你要证明 我绝对比你儿子强 我比你们家都强 今后这个家就靠我 所以你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恰恰 他这种无用的这种状态 你还是蛮享受的 否则怎么可能 这么长时间 这么没有用的一个人 你居然不离不弃呢 竟做一些无用功去找聚会啊 找我们 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你心里一边享受着吧 一边又觉得对不住自己啊 委屈了自己 可是呢 就纠结着 因为他一直保证 就是说我要找一工作 找一工作 但他也是一直在尝试 你明明知道 你明明知道 他口上那话能算数吗 可是我一直在想 他 你就吃他那一句话 我挣得还没一个零头多呢 他已经自甘地向你低头了 哎 我就没用 你不能抛弃我哦 要不然你对不起我们的感情哦 绑架了你 控制了你 所以 你要真想解这个铃 还得细灵人 你要让他知道一点 像这种健康的人啊 累不死 只能懒死 你得让他有这种危机感啊 否则他一直觉得 你绝对不会抛弃他的 但是你必须要踢他一脚 而且要踢疼他 否则他醒不了 我们说这几句 你听得懂吗 但你要踢他 他就知道疼了 孩子他都敢不管 你还不让他疼一下 好不好 让他疼 好 不管用什么方式 离开他也好 好 不管他也好 分居也好 对不对 好 让他醒悟 其实那是救他 那是真正的爱他 好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杜琪老师 谢谢你 还有什么优点 怎么说呢 脾气好吧 就说什么 他也不跟你吵架什么的 但是我感觉 他是也挺有主意的 就是我在家里 是有主意呢 还是固执 固执 说句我心里就是想呢 说孩子现在挺好的 公公婆婆带着 然后呢 我觉得我也挺放心的 我也能好好地去挣钱 行 可以了 可以了 我问的是 他有什么优点 你不用跟我讲这些 你会发现 你跟所有人都讲这些 没有用 你跟居委会讲这些 也没有用 你今天过来是希望 我们帮你解决问题的 对吧 那你就不用讲这些了 因为没有用 讲一点 我看出来 他无动于衷 对不对 他不动容 这个很少见 提到孩子的时候 也是无动于衷的 我在想 他是不是一个 完全接受不到信号的一个人 后来就在观察 几个老师在说重话的时候 他脸上完全没有表情 他有手不动作 每一句重话 他都有手不动作 他手是抽紧的 每一句话他都有 他这手本来是放这儿的 后来收回来在这儿 每一次你们在说的 说重话的时候 都有变化 你是能听懂的 对我在想一个事嘛 怎么变成这样 我一定认为是 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不是为你开脱 你爸妈造成的 这不是宠我跟你说 是 你是一个典型的家庭 实得性无助 对 从小到大 你在家里面 没有获得过认同 是不是 对 他为什么去哥们呢 他哥们认同他 是 他这一辈子 在家里面三十多岁 从来没有人认为 他有用 他一直在反复强调一句话 你们注意到了吗 我指振他一个临头 有什么用 是这样的 您说的很对 就是习得性无助 我认识他的用 寄生文化的形成 当然这个寄生的 这个人肯定不对 但是我们要看到 是环境 一步一步容忍他 推动他 慢慢地 改造了他 把他变成这个样子 我相信不会太差 你一开始 你看 你帮他再来北京 扎根 你内心是有 我不说善良吧 至少有温良 你想一想 你做的那些事情里面 有哪件事情 你觉得有可能 会给你带来成就感 会让你觉得自己 是有用的 你是个有用的人 去做它 不是为了挣钱 给小孩做榜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得让小孩看出来 你爸得是个有用的人 你去找 但凡有一点点 你觉得我在这个事情上 我能起到一点作用的 你就去做它 第二个 带他离开爹妈 我知道离开爹妈 对你压力太大了 是 你真要帮他 带他离开爹妈 他肯定从小到大 在爹妈的面前 爹妈对他 有大量的情绪冲击 在一个必须他能够 站出来的环境里面 他才有那么一点 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现在在刻意 回避很多的情感连接 你们这些 所有的情感连接 因为你们对他 越来越多都指责 指责指责 没有人认同他 所以他干脆就 我就隔绝掉了 所以显得他很麻木 他的麻木是刻意地隔绝 刻意地在回避你们 两位但凡觉得 我说的有一点道理 真的 你们试一试 稍微试一试 就这样吧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我 我觉得从结婚的第一天 如果搬出来 其实就不是这样 对 人有的时候的价值感 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找来的 北京现在就业机会大把 特别是给 有北京户口的人 网约车陆琪和我干不了 咱没北京户口 你能干呀 能干 又来了 这么少了他又看不上 不是他看不上 是你尊不尊重 能带着儿子和媳妇 先从家里搬出来 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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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搬得出来吗 可是我在想 如果这 你看看 别老说他懒 你给他动力了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声说 我要改变他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我要让那个男人 站起来吗 那关键他看到孩子 他就烦 我们俩因为孩子 谁刚才跟我说的 我孩子跟我都不亲了 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呀 别老觉得 自己在外面工作着 就可以一指气使地 说这个男人 有什么样什么样 什么样的问题 你没问题吗 搬得出来吗 搬得出来 你能把你们家 房租钱挣出来 你别挣多啊 其实你挣个房租钱就行 挣得出来吗 挣得出来 你们家以后 房租就是他的 其他你管 让他挣房租去吧 你不是还想跟他过吗 如果你能 给老婆孩子 不用父母的力量 安排一套房子 房租交了 稳定的工作 再有个三五年 你的生活状态 和今天一定会不一样 你就记住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这件事我肯定是能改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吧 今天老师说挺多的 我要好好想想的 尤其是两位女老师 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我应该坚强一点 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觉得我应该坚强起来 不应该把那些东西 老师说得很对 我要坚强 你也好好地想想吧 好 说话呀 怎么想的呀 有什么打算呀 有什么打算呀 我想就是一个 咱们请开门 老婆 我愿意出来 我愿意陪你那个 我给你个建议 什么话都别说了 回去找份工作 踏踏实实地 挣他一个季度的房租 拍在老婆那儿 也许老婆会带着孩子 跟你一起搬出去 你就真能慢慢长大了 好吗 好的 谢谢你 秦辉 所以每个做爹妈的 其实都应该反思 到底什么是对孩子的爱 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当中 古日应该占多少成分 对他的逆伤教育应该有多少 值得每一个父母思考吧 也许老婆仲